雷猴啊 我进来了 你还可以直接刷我 哈喽呀 哎呀哎呀 等会 等会 哈喽啊 好久不见 你要干嘛 哎呀好久不见 咋了 今天我我不是刚加入吗 我就发布任务来了 不要搞到我们俩很磨声一样 哈哈哈 发布任务快 今天 一是给你带新品 二是给你看着任务 你要是十一点 没有一个舒适的跑鞋 你难受一天 说是 不行 好 哈哈哈 那新品蓝莓味的 你喝一口啊 给你一个红包 哈哈哈 这是给我的 对呀 周云老师还是 哈哈哈 那他是不是得跟我一块去下一个步了 什么意思 没太懂啊 不用 不是就让我主要是给你发布这个新品 告诉我一下今天的注意事项 对注意事项 为什么从十点改成了十一点 什么原因啊 有人迟到了 谁啊 我肯定能中 我我最早起了 你是第一个敲门的 所以改的时间肯定是你 我都一夜没睡 参成就迟到了 哈哈哈 你看你你的门上挂的是魏大勋跟乔山的合体 说明姚皮梯在你心目中的定位是山哥跟魏大勋 刚说的话 姚皮梯在我心中的地位 不是 哈哈哈 你在干什么 你还没睡醒吧你 哈哈哈 紧张了 为什么我门口会贴这个照片啊 不得把你们认出来 我都认了好几个 你通过这张照片认出我啊 啊 哈哈哈 我们视频给你见 哈哈哈 拜拜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不感谢下给你了红包都开空大街 对啊 啊就是啊 啊 阔气阔气 谢谢谢谢周珍老师 拜拜 拜拜 范晨宁老师再见 嗨一会儿见 拜拜 等会儿见了好 先生你能帮我个忙吗 我想问你可以通过这张照片 猜中对方是谁吗 我刚才已经猜了三个人了 全猜中 但这个说实话 有点像 你 老师 身子 但这个五官 这什么五官 首先是一个有脾气的人 范晨你快帮帮我 我猜 应该是念元老师跟荣包 还有点像你 荣包 对 里面的人怎么在敲门 这个里面的脾气 有点大 有点大 应该是那 我就猜念元老师跟 这应该不是沙哥的五官吗 五官不是脾气有点强 应该就是念元哥跟这个 这个文浩哥的这个 我猜啊 我要先猜准门口的呀 对了 太久 那里面是谁吗 里面就得挑了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红包 哎 等会儿 那每个人 我说你 那是怎么一直问我呢 等会儿 等会儿 我就说怎么一直问我 深深 你怎么拿这么多红包 在干什么 这晨晨呢她忘拿了 然后你就拿着了 随时捡漏 耶 今天怎么会 我们这一组 我给你换个皮裙真的 我给你换个皮裙 那是那个有氛围的那一组对不对 可能是个鞋之类的文物 那我觉得我们四个肯定要看四条不一样 对 一共有五条 那我就看你看一二三四好吧 一二一二三四 聪明吧 我现在对你改观了 这一期出完了 结束了 结束了 这么快 心醒了 为什么没有可能是她呢 她活得很长 跟水又有关系 然后很多人甲骨文什么的 会雕刻在龟壳上 然后跟很多祭祀也会 然后跟水又有关系 然后我的生命又很长 那就试一次吧 我直接想拍 你拿笔 你把这个记一下 哈哈哈